那些不适合放进冰箱保存的东西 全程高能将会颠覆你的认知 1.西红柿 西红柿是温暖环境下长大的蔬菜 它们非常不耐寒 放进冰箱只会导致西红柿在低温中变质 短期内会影响口感 放久了不止表面会出现黑斑 西红柿的肉就会变得像被水泡过一样软烂 所以大家买了西红柿 只需要放在阴亮的地方保存就行 2.黄瓜 你有吃过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黄瓜吗 口感又软又不新鲜 因为黄瓜是一种冷敏性蔬菜 放在低温下只会让它变质 最开始是失去脆脆的口感 然后你就会发现不用三天 黄瓜的皮就会变得又黑又烂 夏天只要放在阴亮的地方就行 温度最好是在10摄氏度到12摄氏度之间 3.青红椒 青红椒也是低温敏感的蔬菜 在8摄氏度以下温度就会变坏 而冰箱冷藏室一般都是4到6摄氏度 保存个两三天就变软了 有的虽然外表看不出来 但其实青椒里面早就被冻伤了 然后就开始变黑变质 4.红薯 都是直接堆在地上或者放麻袋里保存 因为最适合红薯的温度是10到14摄氏度 冰箱里的低温会导致红薯变硬 但是熟红薯放冰箱保存是没问题的 不过也要记得套上保鲜袋或者保鲜膜 不过除了这些 还有更不适合放进冰箱保存的东西 这些东西放冰箱反而会坏得更快 5.土豆 土豆不适合放进冰箱保存 是因为土豆在温度低湿度高的地方更容易发芽 而发芽的土豆是不能吃的 因为土豆发芽后就产生了龙葵素 这是有毒物质 吃下去导致肠胃不舒服 甚至还会出现四肢无力 6.胡萝卜 在冰箱里保存的胡萝卜虽然看起来好像没坏 但是你是不是也发现了 它的香味好像都消失了 口感也变得大不如前 因为胡萝卜并不耐寒 在冰箱放上一个礼拜左右就会腐烂变质了 胡萝卜的正确保存方法 是放在阴凉透气的地方就行 但想要胡萝卜口感不变 用报纸或者厨房纸包裹起来会更好 7.生姜 生姜是在潮湿的环境下长大的 但是生姜不抗冻 保存的温度最好不要低于10摄氏度 不然很容易被冻坏 很多人觉得生姜放进冰箱就可以防止发芽 这其实是不正确的 但其实只要用报纸或者保鲜膜裹住生姜 然后放在阴凉的地方就行 8.洋葱 洋葱放进冰箱不只是会导致自己腐烂变质 还会导致周围的食物也变质 因为洋葱的味道重 而且水分很多 腐烂的速度会特别快 就算是短期内放进冰箱 洋葱内的淀粉也会在低温下转化成糖 影响洋葱的口感 洋葱放在长温下是保存最久的 9.茄子 虽然茄子可以放进冰箱保存 但是三四天已经是极限了 放久了茄子就会开始发黑腐烂 有的外表可能看不出变化 但是茄子内部经变质 这种茄子最好还是不要吃 那么除了这些蔬菜 还有哪些东西不能放进冰箱保存呢 不适合放进冰箱保存的东西 10.柑橘类水果 这类水果都是大家熟悉的 橙子柚子柠檬等 而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水果皮上有很多的气孔 放进冰箱后 反而会让大量湿气从气孔进入 影响这些水果的口感 还会让里面的果肉变得跟泥巴一样稀巴烂 所以这类水果只需要放在室温下就行 保存的时间会更长 11.热带水果 基本上所有热带水果都不适合放进冰箱 像是香蕉 芒果 火龙果 榴莲等 首先是这些热带水果长在高温地区 它们基本不耐低温 低温会让它们腐烂的更快 另外这些热带水果被摘下来的时候 不是没长大就是没出头 买回家就放进冰箱 会导致它们熟的更慢 所以放在室温是最好的 12.蜂蜜 很多人觉得蜂蜜不放在低温就会变坏 或者像糖一样融化 然后变质 但事实上蜂蜜中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 比如大量的酵素 果糖 葡萄糖 蛋白质 酶等等 这些物质在低温下发生反应 然后会结晶变白 结晶之后反而会影响口感 蜂蜜放室温下可以保存好几个月的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13.奶粉 奶粉讲究的就是一个干燥 冰箱里要多潮湿就有多潮湿 特别容易让奶粉受潮结块 然后变质 而且冰箱里还不是无菌环境 里面有很多其他食物都是带有细菌的 反而会污染奶粉 还有奶粉管是金属制品 在潮湿环境下可能还会生锈 也会污染奶粉 欢迎评论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再见